大家好,有人在吗?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不远的声音 能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得到我的声音吗?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还有几分钟开始进入直播 现在大家陆陆续续近了 我看看 先放点音乐听听吧 我们八点开始直播 进来的可以跟我聊聊天 放点音乐听一下 有回放的 有回放的 不过要跟我们现场互动哦 因为今天有奖品 有为大家准备了奖品 所以最好是可以 大家都在线 好吗 给你们一点点音乐 先听一下 我们等会儿八点 就准时开始直播 你好 你好 感恩 你好 你的名字很好 我看 我看不到 我看不到 你好 我們先聽一會音樂 先來了跟我聊聊天 嘟嘟你好 我們八點鐘開始直播 還有一分鐘 你好 聽聽音樂放鬆一下 然後呢八點我們準時開始直播 他太極是太極拳中的一派 他不是太極拳中的任何一派 他不是太極拳中的任何一派 不太一樣的 我們準時開始直播 下面呢 大家好 我是曼曼老師 沒錯 我是剪了劉海的曼曼老師 跟照片上可能是不太一樣 那個當時呢 如假包換 那麼今天第一次在學國學網的平台上做課程直播啊 平台和我個人都很用心的 在為今天的直播 分享做準備 那麼 今天平台為大家準備了非常精美的禮品 是什麼呢 愛好傳統文化的你一定不能錯過的一個收藏品 《起公日曆》 這本日曆它包含了 起公先生自提的那個圖書提簽 還有起公先生的書法集字 擺在家裡 它就像一個時機的書法 借的一種另外一種那個秀麗的風景啊 在家裡 非常雅致 所以呢這個價值是198元 現在作為我直播間的一個獎品免費送給大家 我分別會在八點半和九點進行一個抽獎 然後呢 最後還會有一個彩蛋 是我為大家準備的一份禮品 所以呢大家千萬不要錯過要在直播間 跟我一起學習分享然後交流 然後呢我今天呢 準備了八個內容的分享 大家要拿好筆記本做好 還有記錄啊 如果沒有記錄也沒有關係 後期的話也可以看那個視頻的回放 另外今天轉發分享課程到朋友圈的朋友啊 可以憑朋友圈的一個截圖分享 跟那個助教老師可以領取 我們一個電子書叫24節氣養生法 只要轉發朋友圈 然後截圖發給助教老師就可以領取哦 已經分享的可以在屏幕上 可以在屏幕上扣一個一 讓我知道一下 分享一下我們的課程 謝謝分享 謝謝分享 謝謝 好 謝謝大家分享 然後下面呢我們進入正題啊 嗯我的網絡課程啊 就是古法養生八段錦 在徐國學網上發布 其實已經有一年多了 我自己現下也有一直在進行課程的教學 其中呢陸陸續續也接收到了很多的問題 呃今天為大家梳理了八個問題啊 現在大家可能在陸陸續續的進直播間 因為呃剛開播啊 那麼進來的可以跟我互動一下 呃有讓我知道一下 你們有沒有學過我的八段錦課程 或者通過其他方式 學過的都可以 學過的扣個一 讓我知道一下 沒學過的可以扣個二 嗯有學過也有沒有學過的啊 哦都有 嗯好的 那接下去我從八點為大家答一解惑 呃如果有還有什麼疑問的朋友可以在屏幕上跟我互動哦 我看到了會為大家解答的 呃大家可以看到我的介紹裡面是全國太極拳冠軍 那麼剛剛屏幕上就有人問我太極八段錦是太極拳裡面的呃哪一派 那麼很多人也問我為什麼不開太極拳課程呢 你一個練太極的為什麼去教八段錦呢 然後呢八段錦和太極拳它又有什麼區別呢 等等一系列問題 我也很認真的去思考了這個問題 它們的還是有很多本質的區別的 太極拳它比較具有武術的一個屬性啊 本質是計機 每個技術動作它都蘊含著特定的一個進攻和防守的技法 那麼學戀方法和八段錦也不同 在提高演練水平的同時 它還要注重計機的一個能力的提高 因為就是計機是哪兩個字就技術的計 機打的機 它每個動作都有攻防計機含義的 而八段錦呢它是有養生的屬性 它的本質是去病強生 嚴嚴益壽 動作是依據人體的一個生理特點 傳統中醫經絡學說和氣學理論創編的 那麼是針對某一些疾病的一些康復治療精心設計的 那麼太極拳它的套路非常多 不同的套路有不同的風格 然後呢招式和技法 體系也比較複雜 難度比較大 對學戀的人的身體素質要求相對高一些 那麼八段錦的動作它相對簡單很多 然後呢易於學戀 健身養生的那個效果也很明顯 在練習的過程中你就能感受到 而太極拳它需要你練習一段時間 或者堅持很長時間之後你才能感受到 那它們的相同的地方就是 八段錦和太極拳它都是源於中國 它受中國傳統哲學的一個儒式道 和醫學思想的一個指導 並且在理論技術上有 有著一些密切的聯繫 那麼如果學好八段錦其實 對繼續學習太極拳是很有幫助的 所以呢想學太極拳的朋友 但是暫時沒有那麼多時間 也沒有基礎的可以以八段錦 八段錦為基礎 因為在運動規律上面 無論是八段錦還是太極拳 都是強調一個形、氣、神 三位一體的一個綜合鍛鍊 我也有很認真的去想 怎麼通過線上課程的形式 深入淺出的讓大家學會 並喜歡上太極拳課程 所以呢還需要一些時間來準備這門課 這是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 就是八段錦和太極拳 一個相同和不同的地方 它呢不是一個派別的 八段錦不屬於太極拳裡面的 它是屬於它們兩個都是隸屬於民族傳統體育裡面的 所以呢八段錦和太極拳沒有直接的關係啊 然後下面第二個問題 我會從 剛剛屏幕上一開始的時候 有一個朋友說 抱球莊 要怎麼練 什麼時候練 然後呢八段錦的抱球莊 我今天要講一下它一個注意事項 大家知道八段錦的第一個動作 就是一個抱球莊的姿勢 它的姿勢比較低啊 有學過八段錦的課程的同學 有沒有發現 八段錦裡面最核心的一個姿勢 其實就是站莊 它是連接動作和動作之間的一個關鍵 也是功法裡面比較核心的一個動作 那麼就這一個動作 它可以作為一個單式動作去練習 在課程裡面我也有講到一個核心的技術 那麼有想具體了解也可以去看一下課程啊 我們那個抱球莊是怎麼做的 抱球莊它是兩腳開力與肩同寬 兩手環抱於腹前 就這樣子站莊的一個姿勢 這是我們八段錦的一個啟示的動作啊 這動作比較簡單 如果你在家裡面就這單式動作 這樣子站在那裡啊 就可以 然後我簡單的講一下 練習的時候要注意的幾點 第一 站莊姿勢的一個高低啊 有些人一開始練習 他覺得站的低可能效果會更好 就會站的很低啊 那我建議這樣啊 你們是要根據自己的一個身體狀態 一個情況來練習它的高低 如果你的腿部力量 就是根據你腿部力量的大小 去靈活的掌握 如果你想姿勢低一點 那麼它就有助於增強你腿部的力量 提高你的穩定性 但你的姿勢一定是要 準確的啊 然後站莊的姿勢高一點呢 它就有利於放鬆的你的身體 比較容易 路徑 因為太低了 它很大程度上 就是很容易出現一些酸疼的情況 酸了之後 就容易出現身體的僵硬 所以呢 初學的時候建議大家 姿勢過高 稍微高一點啊 不要太低 然後抱球裝姿勢高於低的限度 是什麼呢 最高 就是命門 穴不能 關閉 就是你可以站得很高 就是我們命門穴 在我們肚臍的正後方 沒有腦袋了 在我們肚臍的正後方 最高你不能讓你的 嗯 就臀部我們正常站呢 是有一個身體曲線 自然外翹的一個 你在下蹲的時候 你的命門 不要讓它關閉 因為你站著的時候 命門是向內的 你要讓 微微屈膝的時候 讓命門外展 對 命門穴不關閉啊 最高以命門穴不關閉 然後呢不能出現 塌腰的情況 就是我剛剛說的 不能出現這樣塌腰的情況 有些人戀著痠了 就這樣塌腰了 然後呢 最低呢 就是在你 臀部下坐的時候 大家注意 膝蓋 不要超過你的腳背 就是你的膝蓋不能超過你的腳尖 你如果膝蓋蹲得過低了 你如果蹲得過低了 你的膝蓋就會超過你的腳尖 這樣子對我們下肢的負擔會比較大 對膝蓋的壓力也會非常的大 那麼 無論是站樁姿勢的高 還是站樁姿勢的低 核心就是讓你的身體 一定要處於中立位 就是正的位置 正確的位置上 不要讓它出現前傾 或者後腰 那樣子身體都是比較緊張的 你中立位的話 人是相對比較放鬆的 對然後呢 然後在練這個抱球裝的時候 然後要做到八須 哪八須呢 就是八個部位要放鬆 這八個部位分別是哪個呢 就是兩軸 軸要須 然後兩頁 頁要須 然後呢 兩胯 胯要鬆 然後呢 兩尾中 尾中在哪裡 就是在我們膝蓋後側 膝蓋後側的那個位子 叫尾中 嗯 所以站裝的時候要做到什麼 沉肩 墜肘 然後呢 鬆胯 胯要往下鬆 然後膝蓋 微微有點彎曲 就是讓尾中鬆下來 然後呢 嗯 那是第一點要做到八須啊 大家做好小筆記啊 第二點 你的百慧穴 百慧穴就怎麼取穴呢 百慧穴 我有時候說頭往上頂 很多人就是這樣子往上頂 頭往上頂 其實是讓你的百慧穴往上頂 百慧穴在哪 就是你的耳朵 線對上去 鼻尖線對上去 三條線對應的那個點 就是我們的百慧穴 那麼第二點要注意的就是 站裝的時候 你的百慧穴 要對垂直 對到你的慧穴 嗯 相呼應啊 然後這是第二點要注意的 第三點 就是你的肩頸穴 要在站裝的時候 要對應你的 泳泉 足底的 泳泉穴 那麼肩 肩頸穴是怎麼樣呢 你們兩手交叉在 嗯 身前的時候 你的手碰到的那個位置 就是肩頸穴 對應的位置 然後呢 這樣子 肩頸穴 對應的就是泳泉穴 然後呢 嗯 對應好之後 你們同時要注意力 意念要集中鑽音 然後呢 呼吸自然 這個呢 嗯 站裝就是剛剛講的那個 爆球裝 它不管是在八段錦裡面 還是太極拳裡面 它都非常重要 所以呢 大家在練習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定要注意姿勢的穩定 啊 剛剛講的幾點 八虛 然後呢 嗯 穴位的對應啊 肩頸和 泳泉 百慧和 慧音 要注意啊 然後嗯 在練習的過程中啊 有些人會出現頭暈 心慌 噁心這些症狀 那麼主要有幾個原因呢 就是初學的時候啊 他對動作的規格要領 他要能呼吸以及意念 他不熟悉 那麼就故此失筆 他又想 把動作練好 又想把呼吸配好 又想把意念弄好 嗯 就容易 呃 就是 注意力分散 然後呢 就會出現一些不適的狀態 然後就是 故此失筆 之後就容易出現 配合不協調 處於一種非常緊張的狀態 然後就會 大家知道一緊張 人有時候過度緊張 那時候就會出現 心跳加快 然後頭暈 然後心慌 噁心這種症狀啊 然後第二 他是 嗯 他是忽略了一個呼吸的調整 由於有一些呼吸比較淺啊 然後呢 或者憋氣 在練習的時候導致缺氧 然後呢 第三就是 站庄的時間和強度 超出了你能承受的程度 我們解決的辦法是這樣的 第一點就是 你們在練習這個動作的時候 不要閉眼 然後呢 放鬆肢體 然後採用自然呼吸的一個方式 把呼吸調勻 第二點就是 不要追求站庄的時間 姿勢呢 要以舒適為為準 不要勉強去堅持啊 循序漸進 我們量力而行 千萬不要 嗯 過量 然後第三呢 就是避免在過度勞累的時候 進行站庄 你如果 覺得今天很疲勞 不適 嗯 感覺很不適的時候 要進行調整 並請老師指導 然後 有必要的話 就要停止練習 到醫院檢查 因為你如果 出現不適的情況啊 一定要追逐 然後 征求醫生的意見 那麼 我在教學過程中 遇到這樣的情況 是什麼呢 就是經常看到有些人 嗯 我在 教庄的時候 練習裝的時候啊 他就出現 站著就閉上眼睛 然後身體就開始晃啊 晃 好就感覺 自己好像 感覺 很有感覺 就看他們練的時候 我覺得他們好像很有感覺啊 有點飄了感覺 自己覺得 嗯 有種大師的感覺 其實 這是不對的啊 就是身體和你的意識 開始鬆散了 那麼就導致你身體結構的一個不穩定 那麼 站磚中出現抖動或者晃動 主要有兩方面 一個是你站磚的姿勢不對 沒有虛靈頂靜 那由於身體那種歪斜啊 不正啊 局部負擔過重 或者肢體鬆懈 應驗失去控制的時候啊 它就會出現抖動和一些搖晃的現象 第二就是 站磚的時間太長了 姿勢呢 過低 運動量和運動強度太大 你的肢體超負荷 所以才造成了一個抖動和搖晃 我們解決的辦法是什麼呢 首先 你要清楚 嗯 站磚中出現的 抖動和搖動 是不好的一個現象 必須克制 否則會越來越厲害 而且你在站磚的時候 一定注意不要閉眼 你在微微虛閉著眼睛就行了 就能看到虛眼著眼睛啊 不要閉上 就半合 目光在你身前呢 大概一米左右兩米以內 這樣子啊 這樣會收住你的身啊 然後 其次呢 站磚裡面 你一定要保 保證你那個身體的 正確的一個姿勢 你選擇舒適的一個高度 保持你的後頂上領 兩腳踏平 不可以閉眼 一定要記住不可以閉眼 然後呢 第三 主動掌握 站磚的一個時間和強度 一定不能過量 如果有抖動 或者一些搖晃的現象 就可以稍微呢 你如果過低了 你就可以稍微調高一點 把你的負荷變量放小 然後調整後 再進行練習 那麼站磚 我強調的一個 主要的核心的理念就是 你一定不要被你的身體控制 然後呢 而是去控制你的身體 就像你在練八段錦的 整個過程中 你們每一招每一式的動作 你要用身體去控制它 這個 這個就要講到E了 E的話我是在課程的 最後一點會講到 然後前面有人問到 站磚的那個 在八段錦前還是後 我覺得在前和後練習都可以 但是呢 在前面練習 你可以讓自己找到一個 比較好的 讓自己進入一個比較好的狀態 所以我在線下帶大家練習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在練八段錦之前 進行一個站磚的練習 所以大家這一點要 可以注意一下 可以在前面練習 這樣子 在練八段錦的時候 能更加注意力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呢 注意力能收進來 而不是一直被外界干擾掉 所以呢 抱球磚是可以在八段錦之前練的 那麼之後練有什麼用呢 之後練就是 你可以對一個身體做一個放鬆 就不用太過有負擔 就是你可以更好的體驗到 那個裝法 給身體帶來的一個 更加深刻的感受 就是在前面可以 在之前練習 可以讓自己 入鏡 入定 然後在後面練習 可以更加深刻的體會到 這個裝法 給我們身體帶來的改變 以及思想上的變化 以及身體 對這個動作更深刻的感受啊 然後 希望通過我的講解 你們對站磚的練習 會有 對你們的站磚練習 會有幫助 然後 下面要講的是八段錦的呼吸 第三點啊 是八段錦的呼吸 八段錦的 裡面有用到一種呼吸方式 叫 避停呼吸 避停呼吸 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在呼和吸的中間 進行 停閉 然後呢 嗯 停閉呼吸啊 然後一種是 呼和吸結束之後 進行一個 停閉 然後呢 無論是 呼吸之間 還是呼吸之後 避停的時間長短 都要因人而異 但總體的一個 核心 主要以不緊張 不憋氣 為準啊 以上講的兩種 避停的呼吸 都有加強 嗯 胃腸一個活動的功能 調節人體氣肌的一個作用啊 不同的地方 在於哪裡呢 呼吸之間的 停閉呼吸呢 它是有加強 單田聚氣的作用 就是 嗯 吸氣 吸完了之後 避停 停閉呼吸 然後呢 再呼氣 然後 第二個 呼吸之後的 停閉呼吸 有調和單田之氣的一個作用 就是 吸氣 呼氣 呼到了之後 有一個停閉的 那麼 根據以往的一個教學經驗啊 就是 在初學的階段 我不建議大家 嗯 練習 停閉呼吸 只有你練功 練到一個 形成腐式呼吸 特別是 逆腐式呼吸以後 才可以 嗯 學練 運用這個 停閉呼吸的一個練功啊 那麼我這裡要講到一個 逆腐式呼吸 那麼呼吸裡面還有一個是 逆腐式呼吸 和 順腐式呼吸 大家 可以了解一下 嗯 逆腐式呼吸是怎麼樣呢 就是 你在吸氣的時候 肚子 向內收 欸 吸氣的時候 肚子向內收容 呼氣的時候 肚子向外展 呃 吸氣的時候向內 向內收 對 呼氣的時候向外展 這是 逆腐式呼吸 那麼順腐式 嘴巴 嘴巴有點打打打打呼 那麼順腐式呼吸是怎麼樣呢 就是 你在吸氣的時候 肚子向內鼓 就是你把吸氣吸進去了 肚子就鼓開了 然後你在呼氣的時候 肚子向內收 這是順腐式呼吸 搞明白了嗎 然後啊 這是 嗯 在你們 之前有 學員問我 就是 順腐式呼吸好呢 還是逆腐式呼吸好 然後我 我是 跟他說 你在 你動作都還沒熟練 動作都還沒有掌握的情況下 你不要去管是逆還是順 一定是自然呼吸是最好的 然後呢 逆和順 它都不存在 好和不好 只有你在使用的過程中 你覺得 哎 這個練習 你是舒服的 練完 不會覺得是 讓你產生一個 不適的感覺 那這個呼吸 對你就是好的 所以逆和順 不存在任何一個 好和不好 適合你的 就是好的 然後 那麼你們在練功的時候 形成一個 要 要形成一個 深 長 雲 細的 俯視呼吸 以後啊 可能 在呼吸之間 或者呼吸之後 會自然的出現一個 短暫的呼吸 停閉 就是你的呼吸很長 你嚐到了之後 它會有自然的一個停閉 這是 練習 練功 達到一定的深度後 出現的一個非常好的現象 這個時候 就要順應自然 繼續練功 就可以了 然後 這裡講到的一個 細 雲 深長 調整呼吸 要達到的 練功要求呢 我在 我在 教學過程中 遇到很多 呼吸非常淺的情況 就是它的 吸氣是這樣 就是很短 就這樣 就又快 又短 然後呢 又淺 然後 這種情況 多半呢 也是 嗯 伴隨著一些 嗯 睡眠質量差 大家知道 睡眠質量一差 就伴隨著非常多的問題啊 然後 嗯 細它指的是什麼 它指的就是 呼吸比較柔 柔和緩慢 然後出入 綿綿的啊 不會那麼急促 然後比較自然悠長 那雲呢 指的就是 每個呼吸周期的時間 它基本上就是一樣的 所以 那個 妝的練習就很重要 就是可以把你的呼吸拉長 然後呼吸的 細雲伸長 它是相輔相成的 只有你練到細雲 才能達到一個伸長 那麼呼吸 它如果達到了一個伸長 也必然能夠 細雲 所以 嗯 雲系的呼吸啊 它是經過一定時間的練習 才可以逐步達成的 所以不用著急 然後 如果你去強制的 控制呼吸的話 控制它的一個雲系 它就會容易出現胸悶氣短 甚至有一些煩躁不安 所以呢 一定要根據自身的情況啊 結合我課程中的一些 介紹妝法的練習 然後慢慢改善 課程的話 在那個下面的鏈接裡面有啊 然後 這是我上面 嗯 講的第三點 嗯 就是八段頸呼吸的一個 要注意的地方 我自己才做了一個 提纲啊 然後 第四點 八段頸練習 次數 有什麼意義啊 嗯 那個 除了 八段頸裡面 除了背後七點百並消 這一個動作 要重複七次以外 嗯 其他每個動作 基本上都是 只要是上下的 都是做六次 左右的是各做三次 這是為什麼呢 嗯 嗯 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個是出於工法演練的時候 一個總時長 以及運動量的 和一個強度的角度去考慮 因為它是通過科學的去創編 所以這樣呢 既可以使工法的時長 它控制在一定時間以內 它比較有利於鍛鍊 然後呢 也可以使這個工法的運動量和強度 更加符合一個人體 生理學的和運動學的一個規律 進而就可以提高我們練功效果 大家按照六次三次 就是基本上都是六次 中間六次左右各三這樣練下來 一套八段頸的話 它其實已經能出汗了 效果已經是達到了 很舒服的很舒暢 正正好的那種狀態啊 第二個呢 是出於中國特有數字化內涵的一個考慮 比如我們那個數字三 主要是取自那個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萬物的一個寓意啊 數字六主要就是它有一個吉祥的意義 象征練功順遂 比較完美的一個和諧這種感覺啊 那麼背後七點百病消 為什麼點七次 因為所有動作基本上都是三次 就六次 就背後七點七次 這個從中國傳統的醫學來講 七這個數字啊 經常出現在一些比較古籍記載神話傳說裡面 還有一些民間分俗裡面 傳遞出很多的一些文化信息是什麼 有的認為它代表一種神秘的一個限度 大家看無論是數量還是時間 都是以七為七是不是 是作為一種神秘的周期數存在的 那麼有的人認為 有的又認為它是一個體現生命活動的一個周期規律 那麼人體也存在一個以七為界限的一個生理周期 特別是在女性的身上體現的特別明顯啊 那麼背後七點百病消 之所以要點足點七次 這是對數字七 所代表的一個無限往復和生命 節律文化內涵的一種體現 以上就是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四個點 是哪四點呢 八段錦和太極拳有什麼相同和不同之處 然後我前面為大家做了分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認真聽講啊 然後呢 第二就是八段錦抱球中的一個練習 要注意的事項 第三是八段錦呼吸要注意的 然後第四就是八段錦練習次數有什麼含義 那麼以上四點如果剛剛進直播間的 你沒有聽到前面講的沒有關係 因為這個課程後期還是有反覆可以回看的 不用擔心啊 然後接下來我們要進行很快樂的事情啦 就是我們要進行第一次抽獎 那麼我就按照八段錦練習的次數啊 然後大家回覆三六七就是連著回覆啊 三六七打在一起 然後我倒數三個數 然後呢 截取兩位幸運觀眾為你們送上精美的日曆 那麼沒有抽到獎的等會也沒有關係啊 因為我們後面還有一次抽獎 好三六七 然後我準備倒數三個數抽獎了啊 準備 3 3 2 1 好抽到了 我看一下前面兩位 是 Toms 和秋水幻莎 兩位 恭喜 你們獲得日曆 一份 然後呢 可以聯繫我們的助教啊 秋水幻莎 和Tom啊 好 沒抽到的也沒有關係啊 我們後面還有在第二輪和第三輪 還有我為大家準備的禮品 那麼沒有抽到 現在沒有抽到獎也沒有關係啊 我們呢 今天轉發課程到朋友圈的朋友 也可以 可以 那個朋友圈 分享的一個截圖 跟我們 助教老師 領起電子書 24節氣養生法 已經分享了 就可以 聯繫我們的助教老師哦 那麼 今天的課程 在下面的鏈接裡面也可以 可以 覺得我 那麼老師講的不錯的 也可以購買 課程鏈接 就在下面 點擊下面的鏈接 就可以購買啊 但是呢 蘋果手機 它可能是要下載 學國學網APP 才可以購買課程啊 然後下面 我為大家繼續 嗯 講解 八段錦的 一些 注意事項 後面我們再進行互動 還可以再抽四個 好的 那等會兒 我們第二輪抽獎 要抽取四個哦 好 那麼我們 第五點要講的是 八段錦的收掌 為什麼是 男左女右 八段錦在全部練完之後 他在最後的結尾的動作裡面 有一個 嗯 這個 收拾 對 有一個這一個動作 嗯 有接觸到這個動作的 有學過的應該都知道啊 那麼 他是兩手交疊在腹前丹田的位置啊 嗯 是 男的 左手在里 女的 右手在里 交叉在 虎口交叉 對 搭在丹田的位置 那麼主要是根據 男左女右 嗯 陰陽有所 有所不同啊 這個原則定的 那麼按照 嗯 按照中醫理論來講的話 男子以氣為主 他屬陽 所以在左 然後呢 女子以血為主 屬陰 所以在右 那麼收工的時候 男的左掌為陽在內 他的含義就是可以補氣 女的右手 為陰在內 他 有個含義就是補血 一個是體現我們男子收工呢 重在補氣 那麼女子收工呢 重在補血 大家知道 氣血 對一個女 女人的一個重要性 氣血不足的話 就會出現長斑啊 然後 嗯 十米七 或者月經不調 這種情況啊 然後呢 嗯 這個就是比較促進氣血 陰陽平衡的啊 第二是體現 收工時要注意陰陽兩氣交融 調和的歸原的這種含義啊 三是體現 嗯 道德經裡面有一個 一句話叫 萬物負心 負因而抱陽 充氣以為和 這個重要的一個養生思想 這就是 嗯 男左女右的一個解釋啊 大家 可以 給大家簡單的了解一下 那麼 今天要講的第六點 分享的第六點是什麼呢 就是 八段經 為什麼都是掀開左腳 然後收部也是先收 也是 左腳收回來啊 嗯 大家有沒有發現 八段經 為什麼起式和收式 都是 左腳起 開 左腳收呢 嗯 它其實 這個 這個動作不光在八段經中 是這樣運用 幾乎在所有的健身氣功 以及武術套路 裡面包括太極權 也都是 這樣子 主要是因為它其中 含含的 有深刻的一個中國文化和傳統 醫學的一個內涵 從 中國傳統文化來講 古人認為啊 左為天 左為天 左為尊 左為陽 左為主動 啊 然後呢 嗯 是左為地 然後呢 我們 是 看那個右啊 右邊 為地 右為杯 右為陰 然後 右為淨 然後呢 左邊 我們 為肝 左邊是我們的肝 肝煮血 然後右邊為肺 肺煮氣 那麼啟示的時候 掀開左腳 就是掀開血脈 然後 再脈右腳 就是通氣血 因為呢 所以呢 嗯 血比氣的運行 因為那個血比氣的運行 要慢 所以呢 我們要掀開血脈 再通氣肌 這樣子推動血脈運行 才能確保 血氣的一個均衡 那麼 收拾的時候呢 嗯 最後將左腳收回 那就是 將血脈 歸還回來 歸於氣肌 同樣是起到一個 血氣均衡的作用 所以在 左開 左和 主要的一個 功效 就是平衡氣肌 運行的一個作用 以上是它的含義啊 接下來我要講一下 一個開步的重要性 很多人在練 嗯 八段頸也好 包括 嗯 這裡也有可能 嗯 有練太極的啊 你們在練習的時候 要注意 你們 不是在練習的過程中 慢慢把神收回來 一定要在練八段頸之前 你要把你的注意力 放到你身體上來 把神收進來 注意力全部在你的身上 所以呢 開步的時候 注意要怎麼樣 你不要 有些人是怎麼樣 就是 洗的時候 是這樣 洗的時候 很隨意 就是 這樣子就邁出去了 然後 八段頸的過程中 還有轉換的動作 就是 它在轉換 就是 還有再往外開步的時候 我在練習的學員裡面 它有出現 先把腳收回來 再這樣邁出去啊 這就非常的隨意 還有一些 是腳跟落的 那麼你要按照人體的一個正常的結構去 你在站裝的時候 保持身體的一個穩定的情況下 起步的時候 你腰一松 肩一松 腰一松 你這個膝蓋 它就自然就 曲了 膝蓋一曲 你的左腳 然後 跨一松 然後來個 寬伸 伸出去之後 它膝蓋 往上一提 腳尖是自然下垂的 所以你腳尖不要把它 刻意的抬起來 所以你在練這個動作的時候 腳尖自然下垂 因為你在膝蓋往上領 往上拎的時候 你在下面的 你就感覺自然往下垂 然後呢 把寬往左延伸 把寬往遠放的時候 把寬送出去 你要保持一個身體的穩定 把寬放出去 保持身體的一個穩定 然後再慢慢的挪到正中央 對 就不要出現一個人 這樣晃來晃去 一定要保持身體的一個中正 結構的一個穩定 包括在每一次動作的轉換 你都不要出現一個 特別明顯的一個晃動 一定要結構 結構一定要注意 嗯 這個是我要跟大家講的 比較注意的一點 就是你要在你每一個動作的轉換 都要有 不要過於隨意 一隨意 它那個神就散出去了 所以呢 你要把 就像太極拳裡面 它上一次動作的結束 它就是下一個動作的開始 所以 它們是捏臉的 我們這裡也一樣 每個動作 你如果能整套練習的時候 都要把它捏連的 嗯 連貫起來練啊 好 那麼 嗯 這一點是我剛剛為大家講的 八段錦 為什麼都是 先開左腳 然後也講了 開步的時候要注意的一個事情啊 然後下面要講一下 八段錦練習時候 嗯 一個運動量的一個控制 那麼經常有學生問我 就有學人問我 老師 要練多少次才好之類的 嗯 對於習練人來說 每天堅持練習 當然是最好的 那麼大家要根據自身的一個情況來定啊 時間實在不允許 確保一周練功呢 不少於四天 至於每天練功的一個運動量 嗯 就要根據自身的一個具體情況 去靈活的掌握 如果練功是為了 嗯 防治疾病或者 嗯 保養身心健康 那麼建議每一次練習 兩到三遍就可以了 時間大概控制在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 記住啊 嗯 一周大概三到四天啊 一周練習三到四天 每一次練習 每一次練習兩到三遍 然後呢 時間大約控制在四十分鐘到一個小時左右 然後呢 練習的嗯 速度可以盡量放慢 然後加上前面的一些熱聲 和後面的一些放鬆 整體加起來 大概一個一個小時以內啊 那麼如果時間 或者你的身體健康允許 不允許的時候啊 你可以採取多次練習 一個疊加時間的一個方式 就是可以 可以整套練習 也可以把它單式拆開練習 要保持每天一定的運動量 和練功時間啊 嗯 如果練功 嗯 你是為了提高技能 或參加比賽啊 之類的 嗯 就可以根據自身的一個素質 採取比較大的一個運動量 進行練功 但是還要 還是要 嗯 注意一下 不要 不要過量 還是要稍微控制一下 嗯 都是要以練功後的一個 身心的一個反饋啊 來判斷你這個運動量 是不是合理 那麼練功後 如果你覺得精神比較愉快 脈搏穩定 血壓也正常 食慾還有你的睡眠都很好 那麼第二天也沒有什麼不良 也沒有什麼不良的反應啊 這都沒什麼問題 說明你的運動量啊 基本基本都適宜 如果練功後感覺身體有明顯的疲勞 脈搏長時間得不到一個恢復 那麼食慾不振 睡眠不佳的 說明運動量已經過大了 那麼就要及時的調整降低運動量和一個程度 嗯 然後呢 總之呢 就是要遵循一個循序漸進量力而行的啊 你科學合理的安排一個運動量 不要瞞目旁比 然後急於上量上強度 嗯 這樣子進行練習的話 反而會傷害我們的一個身心健康 嗯 覺得這個東西好 你就拼命的去練 覺得那個東西好吃 你就拼命的去吃 其實這樣子是不科學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科學的去練習啊 然後最後跟大家講一下一個意念啊 嗯 大家在練習的時候 比如嗯 左右開弓四射雕這個動作 意念的 我跟大家講一下意念的練習啊 你們在練習八段頸的時候 如果只是正常的練習和意念的帶入 它是完全兩種感覺的 包括你在練習裝法也一樣 那麼 練習八段頸的時候要有什麼感覺呢 你就感覺自己的筋向外撐一寸 然後呢向下撐一寸 擺會向上頂 E的用 然後呢用E抿氣 然後呢呼吸的配合 所以要注意一下用E的一個重要性 比如大家跟著我做這個動作 左右開弓四射雕 這個擺在這裡是正常這樣的狀態 有些人會比較肩膀很容易緊張 平時生活習慣不是很好的話 就是容易這一塊很緊 那麼這個地方就把這一塊推開 怎麼樣呢肩膀你要感覺 你在這個基礎上還要感覺再往下沉 然後呢怎麼樣呢 掌根和軸部再往外撐 撐一寸撐一寸 然後呢擺會向上頂 這種感覺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會明顯感覺到 經絡在向外拔開和撐開的感覺 就會很舒服 所以呢 沉肩 然後向外撐 八段頸它是結合一個太極的松沉 和瑜伽的撐吧 所以你要把這個沉和撐 這種對抗的力 用意念讓它達到 這種的話就是 包括你在練習的過程中 每個動作 五勞七傷往後瞧 就旋臂的時候 你要感覺自己的手臂是往外旋 往外旋 往遠拔開的那種感覺 然後擺會始終有點往上領 就有種感覺 像在做什麼 在做牽引的感覺 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這刺激我們大豬血 肩頂這一塊就非常舒服 這個動作啊 那配合向外引的一個動作 就會把整個頁下 這一條經絡到手指 全部撐開 然後呢 旋的時候腳趾同時抓地的話 頭擺會往上頂 這個動作就會 感覺非常非常好啊 然後注意不能過量 就不要整個這樣打開啊 頭不要後仰 要保持身體一個結構的一個穩定 這是大家要注意的啊 嗯 然後最後要講 嗯 這是我要分享的 就是最後的這一個意念 那麼大家 因為前面我一直講的比較多 跟大家互動的比較少 那麼下面呢 大家可以在屏幕上問出你的一些問題 我把前面嗯 看到的嗯 大家沒有回覆大家的嗯 看一下 然後呢 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因為我前面一直在輸出 沒有看到他給我什麼回饋 所以呢 現在跟大家嗯 嗯 嗯 這裡有一個人問 有要配合音樂練習嗎 就是音樂其實是做一個輔助的功 嗯作用啊 你在練習的時候 你如果嗯 思想比較容易被外界干擾的 你在練習的時候 就是需要音樂讓你 代入到那個情景中 然後音樂裡面有一些是有口令的 嗯 口令它是很好的可以 讓你記得 記住動作 這是一開始初學的人 嗯 可以用的方式 以及動作的節奏啊 時間的把握 可以通過音樂來 但是呢 音樂它有一部分 你們如果想要真正的去感受這個動作 你盡量就是脫離音樂 就自己能比如在一個環境不錯的地方 或者自己讓自己嗯容易舒服的地方 不用音樂也可以 就是音樂其實就是一個輔助你的 你有和沒有都是可以的 然後我看一下前面的評論看一下評論區 有沒有問題 嗯 我們等一下九點鐘進行第二輪抽獎和第三輪抽獎 大家不要離開哦 我看一下前面的評論啊 有問題的都可以 都可以 都可以 嗯 在屏幕上回覆 足跟痛 踮腳尖有明顯效果嗎 就足跟如果痛 你嗯 在踮足的時候 盡量就是不要過於用力 就按照怎麼樣 不要從高處直接向下踮到 那麼你要在中間緩衝一下 向下踮 是能對我們的 起到一個緩衝的作用啊 一般什麼時候練習比較好 那麼一般你可以根據怎麼樣呢 嗯 根據身體情況來 嗯 盡量是怎麼樣 你 因為他身體需要一個適應的 你要根據他的一個周 你自己身體的一個呃 嗯 適應的程度 有些人早上練了 比較舒服 那就早上 其實 早上來說他一個呃 特別是太陽剛出來那會兒 一個空氣也非常清新 然後呢 自己的頭腦也比較清新的狀態下啊 那個情況下練 狀態可能是非常不錯的 但晚上練也是不錯的啊 你們在練習的時候 注意的是一個時間的固定 他時間的固定有讓 有助於你判斷 同一個時間你練習 會有不同的體驗的話 那就是你對這個工法的 一個 另一種深入的理解 就是你不停的換著時間 今天早上練 明天下午練 後天晚上練 這樣子的話 可能你 每個時間段的練習 對工法的體驗都不一樣 你不知道到底是因為時間的問題 還是自己身體的問題啊 如果固定時間的話 它可以讓你更加精準的知道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原因 然後並且能在這個基礎上 慢慢的提高自己對這個 動作的一個體會 就是如果你是早上練習的 你就固定在早上那個時間段練習 向後翻這些動作 八段集裡面 課程裡面都是有的 身體虚 提羅多病 適合練習的 就是它練習了之後 能鞏固你身體的結構 然後呢 培補你的元氣 然後讓你氣血充盈 就會好很多 腳抓地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的五指不是正常站在 嗯 腳正常站在地面 是這樣平摊的 然後你抓的時候 就感覺你的 你的五個腳趾 彎曲 像地面抓龍的那種感覺 好像釘到地下去 就像你的樹 就像樹往地底伸根的那種感覺 往下走 挨著眉睫講解 時間可能來不及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課程裡面都會有的 你可以點擊到課程練習裡面 而且這個課 我呢 這個直播也可以看回放的 你可以看一下回放 早上練習好還是睡前好 根據這個時間的 關於時間呢 我前面也做了一個解答了 你在 嗯 早上練習 可以讓你的精神更加的飽滿 然後呢 充盈 氣血充盈 一天都會比較 有 乾淨 然後如果在晚上練習呢 能讓你的 就是一天下來 鬆懈掉一些你的身體的疲勞 可以讓你的身心放鬆下來 包括呼吸 呼吸的配合 晚上微微 微微出一點點汗 也 讓血液循環微微加速 也有助於我們的 夜間的一個 休息睡眠 能讓呼吸 那個 拉長放慢 嗯 嗯 當公室休息是可以練習的 嗯 建議你就每次練習的時長 它根據音樂的話是 十分鐘左右 六條十分鐘左右 然後我帶著練習 一般會 對 對 你如果 一念帶進去 每個動作練到位 大概十五分鐘左右 嗯 練一次 是的 呼吸是可以很好的調節形態的 嗯 氣短有用的 氣短的話 嗯 其實我還 蠻推薦 氣短的你可以練習那個 兩手拖天理三交 你在上拖的時候 你的上拖的速度 根據你的呼吸來 你的呼吸是 比較短的 那你就 速度稍微快一點 但是呢 盡量讓呼吸也去配合你這個動作 氣短的時候 練習這個動作啊 配合 起的時候吸氣 落的時候呼氣 就是 這個動作就是 伸降 然後呢 把那個胸腔打開 然後落下 包括那個旋領 旋領的這個動作 把胸腔這樣打開的時候 吸氣 內核的時候呼氣 這個動作就可以 嗯 增加我們的肺部的 氧氣的收入量啊 就五勞氣傷往後喬 和和這個兩手拖天理三交 這個動作啊 你可以根據這個 我那個課程裡面 都有講解呼吸的配合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嗯 經歷旺盛 進不下來 怎麼練 姐姐問得很好 經歷旺盛 進不下來 就練那個妝 嗯 這個妝 就現在大家知道 信息化 實在 社會那個 整個工作的節奏啊 社會的那個 整個 節奏就 加快 非常的快 然後呢 我以前也是 嗯 比較浮躁 比較精力旺盛 然後呢 也是進不下來的 那麼通過 嗯 八段錦啊 包括太極拳的練習 我現在也能 嗯 靜下來 去做 去 深刻的體會這個東西 可能 做一行 幹一行 按一行吧 就是喜歡上這樣 這個東西 才能把它更好的分享給大家 自己深刻的能體會到這個東西的 嗯 功效 就會嗯 能更好的切身體會的 分享一些 真的實際的有用的東西給大家啊 嗯 是的 搖頭白尾那一節是最難的 嗯 講一節 我今天沒有按照 嗯 動作 每一節動作的講解 一節就講下來 嗯 下次 還有直播的話 我就講一節 練一節 這樣子你們可能會有更深刻的 嗯 對動作有更深刻的理解啊 嗯 嗯 嗯 秋水患沙啊 嗯 嘴巴 可以慢慢吐氣 因為 可以把身體內的 不好的呼吸吐出去 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吸氣 我們自然是用鼻腔呼吸的 因為鼻腔它可以過濾到 空氣裡面一些不好的 嗯 粉塵啊 不好的一些東西 所以呢 大家吸氣不要用口腔 而且 如果你的吸氣呼氣 都是由口腔去做的話 它容易出現一個什麼 你們念到後面會口乾舌燥 那麼 這會怎麼樣 我們人體在比較好的一個狀態 是內循環比較好 內循環好的話 就會口舌生津 那麼你如果口乾舌燥 其實是一個內循環不好 比較 嗯 比較差的一個狀態 所以呢 建議大家在呼吸的時候啊 鼻吸 鼻呼 可以 鼻吸 口腔呼 也可以 但是不要 口腔吸氣 口腔呼氣 這樣不太合適啊 嗯 這個要大家注意一下 搖頭擺尾總是做不好 搖頭擺尾總是做不好 那麼搖頭擺尾的時候大家注意啊 你們一開始練習的時候 先學會擺寬 就是去練習你的寬度的一個 前後 前面 左邊 後面 右邊 就是讓你的寬學會去動 嗯 嗯 寬學會去動了之後呢 你再去動 頭 順脊走 然後呢 密脊走 嗯 順著走 然後呢 在你寬和腦袋 動得很好的轉動了之後 再去練你的下肢的一個重心的擺動 如果你的寬都不會 不會去靈活的動 你直接去練那個動作的話 可能會有點點難 所以大家 嗯 這個的話 要注意一下 不是的 就是 扭胯你是 增加你 下盤的一個靈活性 然後呢 他擺尾的時候是有個扭寬的動作 所以大家在練這個動作的時候 一個是 寬 那個 寬不要鬆下來 一個擺動 嗯 主要是腰脊和寬的一個前後的控制 所以這個大家還是要稍微靈活一下你的寬部線 學會去轉 前後左右的去轉線 然後增加靈活性了之後 哎 他就可以帶動你的整個上肢以及脊柱去做一個旋轉 可以的 嗯 改善皮膚問題 就是 運動其實它可以排 排掉身體的一些 嗯 不好的東西 我們練習的過程中 我們特別是現在冬天啊 我們 以腸筋為主 大家不要過量的去練習 就是 嗯 發大汗練到 一身 濕透 然後 拧出汗來那種啊 然後呢 微微出點汗讓身體有微微循環 就是一個很好的一種方式了 那麼 經常堅持的練習肯定會對你的氣血啊 臉色啊 以及身上 嗯 稍微有點改變 你說從一個 很黑的 練得很白 這也不太科學啊 就是你 有一些是基因決定的 你 我不能說 這個東西好 它就什麼都好的吧 又能練白 那沒有的 對吧 就是 嗯 膚色有很多是 看你是什麼原因造成 你要是天生的 就比較難改變 你如果是因為後天的 比如 經常面對屏幕 保持一些黑色的沉澱 或者一些不好的飲食習慣 導致的一些 那些 黑色素的沉澱 或怎麼樣 它是可以通過練習來改善的 好我們到9點了 我們進行 第二輪抽獎 好嗎 我們進行第二輪抽獎 那麼 嗯 下面我請大家在屏幕上給我打六朵小花花 我倒數三個數截屏 然後抽取四位觀眾 然後為你們送上精美的日曆 晚到的可以看壺放喔 給我六朵小花花 我馬上要截圖囉 然後我要準備截圖囉 好三二一截屏 好截屏了 我看一下前面四位 一位是用戶 恭喜前面四位 看得到自己嗎 第一位是用戶 4809 第二位是迎春花開 第三位是木井 第四位是星光 四位 一共我們已經抽取了六位啊 一共六位 然後最後 嗯 晚到的沒有關係啊 你們後面 沒有抽到講也沒事 今天轉發課程到朋友圈了 可以憑我們的朋友圈分享 截圖和助教老師 領取我們的電子書 24節氣養生法 已經分享了 就可以去聯繫助教老師 然後呢 課程結束是可以看回放的 那麼我來一波廣告 然後廣告過後 我進行最後一輪抽獎 如果覺得 曼曼老師講得不錯的 想繼續了解八段錦的 那麼再聽 直播間的一個 介紹詳情的那個位置 或者學國宣網APP 購買課程 嗯 可以購買課程啊 那麼蘋果是不支持小程序購買的 所以呢 蘋果手機是只能 下載去國學網APP 那麼直播間價格是49 所以不要錯過 嗯 最後呢 我要抽一個 我自己為大家準備的一個新年的 嗯 獎品 就是我自己為大家做一個 掛件 絕對是純手工製作 心意絕對到位啊 來回饋給我們的 觀眾 那麼 請大家在屏幕上回覆 新年快樂 我倒數三個數 然後截圖送出 跟我互動哦 新年快樂 然後我要截圖了哦 哦 反覆的發哦 不然就會錯過哦 我要送一個 就是 手工包 就是很好的 我自己 到時候製作好 會送到你們手上去哦 新年快樂 大家發哦 我準備囉 預備 哎呦 我把它關掉了 在哪裡打開 哦 準備截 截屏了 3 2 1 截了 好 哦 我看一下 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我有點看不到它的 呃 名字哦 第一個是 這個是 誰啊 可以在屏幕上告訴我一下 新年快樂 第一位 屏幕上哦 這裡有截屏 在微微上面這一個 就每位正好截到了新年快樂 哇 恭喜嘟嘟 恭喜你獲得了這一份我為你們準備的新年禮物 那麼製作完成之後我會寄到你們手裡 好 那麼 嗯 這是 嗯 今天的所有的直播內容 一共八點 啊 那麼謝謝大家 那麼 2021年就是我們的農曆年馬上就要結束 馬上就要過年了 希望大家通過八占井的練習 在2022年能有更好的自己 也希望新的一年裡面 我們疫情走得遠遠的 然後呢我們都可以去到想去的地方 可以 嗯 可以出去玩也可以去見想見的人啊 提前祝大家新年快樂 苦年大吉 身體健康 一切順隨 那今天的直播就到這裡啦 謝謝大家 拜拜